拍醒目咱们书接上文 那咱们这上文书得接到哪啊 您得往前倒一二三 得倒四级 哎这个头条西瓜视频的好朋友啊 哎我得跟您说一声 咱们往前数啊 这三级跟四级啊拧歌了 倒数这一二两级啊 咱们聊的是三娘子 属于是咱们聊墨西蒙古这部书的翻外篇 那么咱们聊了聊这个三娘子的奇妙的感情与婚姻生活 哎这么说这三娘子啊 和这个墨西蒙古他有没有关系呢 哎当然有关系 即便是翻外篇啊 咱也不能出去太远了 不是啊 这中金哈囤三娘子啊 他本身就是娘家是厄鲁特 厄鲁特呀 也就是墨西蒙古一个小部落的公主 就是因为年幼之时 这三娘子嫁给了阿拉坦大汗 所以啊 才有了他之后的荣誉和他的成就 那咱们既然分两集 聊完了这个三娘子 咱们就得接着回到这个墨西蒙古 继续聊瓦剌 这会儿的瓦剌呀 已经翻译成魏拉特了 我为了不让您糊涂啊 我很少提瓦剌呀 魏拉特呀 厄鲁特呀 这些族别名称 这故事啊 是讲给普通老百姓的 能够细致的了解分清这些族别名称的 这专家们呢 他也不听咱聊天 所以在我的故事里啊 尽量是称这个墨北墨西墨南蒙古 需要提及族别名称的时候 咱们再提也不完 这墨西蒙古的头人拜巴嘎斯 您说的是部落联盟的头人也行 说的是瓦剌的这个大汗呢 也可以 率领着自己的部众 抵御了卡尔康蒙古 也就是墨北蒙古的进攻 这墨北蒙古啊 大汗是谁啊 就是刚才说的三娘子的老公 第一任老公阿拉坦大汗 这阿拉坦大汗呢 带着八万士兵来突袭墨西蒙古 结果被人掏了腰子 死了 没过多少年啊 这拜巴嘎斯啊 也死了 可是在头死之前 这位大汗呢 很有先见之名 他选派了三十二个 墨西蒙古的贵族子弟 贵族到什么程度呢 这三十二个孩子呀 全是王爷的儿子 也就是都是啊 这个领主的儿子 并且呀 还要加上啊二百个随从 也都是啊 从这个贵族世家里挑出来 服侍这个三十二个少爷的 一起啊 就去这个西藏修佛了 这一下子就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 给墨西蒙古 也就是瓦剌 魏拉特埋下了种子 这二百三十位修佛的少年 后来呀 很多都成为了这个皇教的大德高僧 尤其啊 是这拜巴嘎斯的义子 叫咱雅班蒂达 那真正是大德高僧翻译了很多的佛经 并且呀 还留有著作 那这拜巴嘎斯死了 谁继位呀 就是啊 他那个弟弟 也就是在前文书咱们提到过 这瓦剌呀 和康尔康蒙古打仗的时候 有诡辩之才的谈判专家 名字呀 叫做图鲁拜虎 换个大家伙都熟悉的名字 就是顾史函 如果单拿出顾史函这个人物来说故事 那这人物身上的故事多了去了 可是很多呢 和咱们这个主线故事关系都不大 哎 那咱们就啊 简跟咱们有关系的 有意思的来聊 那咱们先说说其他两股势力 第一股势力咱要说谁 就是咱们这个故事的主线家族 绰罗斯 就是准嘎尔布啊 现在谁当家呀 哎 这准嘎尔布的头人呢 哈喇呼喇 这会儿也去世了 和他那个好哥们 那个部落联盟的头人 拜拔嘎斯 一起长生天那儿报道去了 他的长子啊 就取代他 做了这准嘎尔布的新任老大 哎 他这个长子叫什么名字呢 就是赫赫有名的巴吐尔昏太吉 您看啊 这个名字呀 这巴吐尔英雄的意思 昏太吉呢 这昏太吉啊 他如果强要是一成汉语的话 应该算是一个爵位 那这个名字是谁给他取的呢 哎 是达赖喇嘛 给他的一个封号 这封号全称啊 叫厄尔德尼巴吐昏太吉 那么说这厄尔德尼是什么意思 这厄尔德尼啊 可是去藏语 是珍宝的意思 您看啊 这个名啊 是好几个词拼起来的 那他原名叫什么呀 哎 他还真有个原名 我查了查呀 只字人不多 叫绰罗斯 何多何亲 您看呢 不但他有名 他爹有名 他的俩儿子 也挺有名 他们家小五啊 就是他下一任的 准嘎尔布的头人 叫做森格 他们家小六啊 就更厉害了 就是咱这部书啊 开书的时候 讲的那个 敢跟这康熙皇帝 大清朝廷 北原的最后一位大汗 林丹汗 也成了过去世了 那中原这边战火纷纷 萧强四起 什么李自成啊 张献忠啊 吴桑贵啊 还有这个南明啊 以及八旗兵啊 打的是一塌糊涂 说实在 这会儿的蒙古各部 就因为不团结 才让这个皇太极啊 有可乘之机 消灭了林丹汗 最后入主中原 建立了大清朝 那实际上呢 这会儿的墨西蒙古啊 是强敌皇顾 西边是什么人呢 西边啊 是吉尔吉斯人 和这个哈斯克人 这两方啊 哈斯克呢 是这个墨西蒙古 多年的宿敌 这吉尔吉斯人呢 早就向俄国人称臣了 所以说呢 也不可能跟墨西蒙古人 是一条心 这北边呢 就是强大的这个北极熊 俄国人 这群人呢 是看见谁家的土地啊 都想据为己有 那东边就不用说了 东边啊 是连年跟他们争战的 喀尔喀 墨北蒙古 这会儿的墨北蒙古啊 不好对付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出了一位 非常能干的中兴之主 叫阿普杜拉罕 那说完了这个西北东啊 咱们再说说南边 那南边啊 更厉害了 维吾尔人 一耳枪韩国 那可动不动 就是对谁 要实行圣战的主 那么说 广是面临着强敌皇顾吗 当然不是 这墨西蒙古内部啊 也面临着 这权力和领地之争 那么谁和谁争呢 就是啊 这逐渐壮大的 准盖尔部的巴吐尔魂台级 那对方啊 就是和说特部的投人 整个联盟的大汗 故事汗 那么说 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吗 哎 要说到矛盾呢 那就只有一个 最简单的矛盾 就是一山呢 他不能容二虎 所以这双方啊 积极备战 磨刀祸祸 这二人的架势啊 看样子是不决出胜负来 绝不罢休了 看这俩人的架势 一旦打起来 那这墨西蒙古 整个厄鲁特 那将是血流成河 说起来啊 那这长生天呢 还是眷顾墨西蒙古的人民的 你们两个头子 为了权力地盘争夺打仗 那老百姓当兵的招谁了 这战争一起啊 那先死的肯定就是这些炮灰 那么这转机从何而来呢 就在巴吐尔昏台记和顾史函 那这二位呀 磨刀祸祸祸准备开战的时候 这西藏的达赖喇们呀 派来了两位秘蛇 就来到了顾史函的大帐当中 他们呀 带来了武士达赖的亲笔信 那说到事儿 是不是就有好朋友 心里得纳闷了 这墨西蒙古 这边刚过了一代半的人 怎么哈家伙 这西藏那边都已经过了三代了 从这个三世达赖 怎么就一下子跳到了五世达赖去了 说到这事儿 其实啊 聊起来也挺有意思 小孩没娘啊 说起来话长 那么说这个达赖是谁疯的呢 是阿拉坦汗 在咱们这部书里呀 叫阿拉坦汗 很多史料啊 叫俺达汗 这阿拉坦汗 册封皇教 大喇嘛所南加措为三世达赖 这三世达赖转过头呢 又册封了俺达汗呢 为护教法王 等于这故事啊 听起来一点都不复杂 哎 完全是哥俩在玩 典型的政治宗教的联姻 这双方啊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啊 最后这种联姻 已经到了很可笑的地步了 那么说是阿拉坦汗 为什么不册封这个所南加措 为这个一世达赖呢 那是他要寻求正统性 一是皇教的正统性 还有一个呀 就是活佛轮回转世的正统性 那么一世达赖是谁呢 这一世达赖呀 是皇教创始人 宗喀巴大师 坐下的一位弟子 大德高僧 对 要攀扯吗 肯定攀扯一位呀 哎 有作为的高僧大德 说这个大德高僧啊 转到第三世时候 转到了索南加措的身上 可是索南加措 他也有元祭的时候 他一元祭 这吃起难看了 他们竟然呢 商商铃铃的 让这个活佛的称号 达赖呀 转世到了阿拉坦大函他们家 四世达赖的发号啊 就云丹加措 是这个达赖转世系统当中 历代达赖唯一的一位非藏族的喇嘛 哎 这会儿有董行的就跳出来了 说不对吧 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加措 浪漫主义诗人 那可是门巴族 哎 这门巴族啊 是藏族的一个分支 这不能算这个 那问题来了 那之后怎么再也没有这个猛族人 转世成达赖了呢 那这个问题很简单 四世达赖时期啊 这皇教啊 他又示弱 又不行了 阿拉坦大汗一死啊 强大的这个土摩特部啊 逐渐的在草原上就衰落了 所以呢 这皇教呢 这危机再次就来了 因为后村没了呀 这皇教啊 白教啊 花教 这会儿都来劲了 哈欠这阿拉坦大汗活着的时候 你仗着他的势力 你欺负我们 那这会儿他没落了 我们也扶持大汗 于是啊 一位信奉洪教的蒙古大汗 这位大汗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绰克图洪台记 那他一上来 那当然就是扶持洪教了 所以啊 这阿拉坦大汗的这位曾孙 26岁突然就死了 您这都不用打听见 不用查资料也能知道 那肯定是死于政治谋杀 那这活佛原济 那不定叫原济了 那就转世啊 那转吧 转啊 转你个大和尚转 这会儿啊 统领整个前藏地区的是藏巴汗 这藏巴汗的身后啊 也有宗教的后村 什么派呀 是噶马噶巨派 因为他们家的活佛呀 受过这元朝皇帝的黄封 封什么了 封了一个红色的帽子 所以他们又叫红帽派 您可别弄混了 这可不是红教 他们呀 是噶巨派里边的红帽戏 那自然吃谁向着谁 人家这藏巴汗的一声令下 您这个格鲁派的这个达赖喇嘛呀 以后不要再转世了 因为你们这转世啊 忒寒碜了 转世竟往熟人家转 要是再转下去呀 这达赖喇嘛 都得出自盟国 全都得是阿拉坦他们家人了 可是说这宗教上的事 您广是这一道禁令 就能办得了吗 当然不行啊 这四世达赖 人家身边有人 有的是姓众 其中啊 有一位侍者 叫做索南群培 于是啊 就偷偷的 举行了这个灵统转世 就寻得到了这位武士达赖 也就是阿旺罗桑加措 后来经过本门的一位活佛 调和 本门是谁呀 四世班禅喇嘛 这四世班禅啊 就说服了藏八寒 让这个藏八寒呢 承认了武士达赖 就这样啊 这达赖转世系统啊 才得以延续 这活佛转世的系统 延续下来呀 是没问题了 可是这皇教的势力 在魏藏地区啊 就一天比一天的衰弱 那么说这皇教格鲁派 两家统家的大活佛 一个是达赖 一个是班禅 不能眼睁着看见自己的皇教 就逐渐日衰呀 一拍大腿呀 可就想起这么一帮人来 谁呀 魏拉特蒙古 就是啊 以这个故事汉为首 就是魏拉特部 咱们家都是高僧大德 那可都是他们的贵族 他们能眼睁着看着咱们这格鲁派 日渐消亡下去吗 于是呀 这两家佛爷就商量 赶紧呢 给这个魏拉特部的头人 故事喊写信 赶紧来吧 上这帮旬来吧 我们格鲁派是完了呀 你们派过来修佛的这230位僧人 你们的少爷们也就都完了 所以这才有啊 派出两名手下化妆成其他教派的僧人 来到这乌鲁木齐一带 寻找这个魏拉特四部的总盟主 故事喊 让他出兵护教 那么说这故事讲得好好的 怎么又蹦出来一个新活佛叫班禅喇嘛 还有啊 这魏拉特的根据地不是北疆到伊犁吗 怎么着这故事喊就跑到了乌鲁木齐附近了 哎 这点事啊 您明天早来 明儿呢 我给您细细的 掰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这么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